碧月修花,是貂蟬,香塞淡墨,飄飄鮮, 娇柔婀,五妹妹,枭雄醉迷,君王颠。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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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现在古代四大美女已经全部到齐向各位报道 来,请我们的古代四大美女一起向观众朋友打个招呼怎么样 大家好,我们是四大美女 诶,哎呀,纯爷们啊,是不是? 认为都是纯爷们吗?我不相信,这肯定不是。纯爷们。 好美啊,好美啊,是不是?天哪。我今天做的作品是四大美女之一貂蝉。我的灵感来自于蝴蝶,美丽的化身。深浅不一的紫色,搭配白色,渲染出无限美丽的遐想。配上简约魅惑的眼神,让人无法抗� 好,接下来我们 下面一位很美的貂蝉。貂蝉,我看看 生活当中,你看,作为男生的时候也是很俊秀的一张脸。怪不得扮上之后这么漂亮。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叫小灿。我扮演的是貂蝉。谢谢 小灿生活当中,有人就说你其实长得特像女孩吗?会有一些说我比较清秀之类的。那所以扮上之后,有没有人真的误会了?有男生跑过去给你留电话号码吗?有吗?真的吗?哪一个是不是正在努力抓拍你的摄像大哥?好像是吧?因为我听说在 昨天有彩排嘛,在彩排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有一位不知情的朋友,也是一位男生在现场 然后就误闯进了化妆间 当时他就看到了小灿 然后他说自己会在那愣了差不多有十秒钟 说,哎,怎么现场以前没有见到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女演员 就原来现场不是这几个人 然后当问到导演之后才知道,哦,原来这是男生扮的 所以非常非常的成功 那你的这身貂蝉装扮,你觉得扮上之后有让你找到那种特别美,特别女孩的灵动感吗? 有吧 你看现在扮上之后,连说话都是那种含苞带放的感觉,是不是? 貂蝉的当然是我们觉得是最美的,因为他特别像一个小妹妹 而且腰啊,什么各方面的感觉,还有舞蹈的这些感觉 转圈,我刚才跟陈老师说,我说我可能都跳不到这么好 我在我们学校,就是舞蹈最好的 像他都做不到他这样的,我挪多姿 但是呢,我只是感觉,因为西施是四大美女之首嘛 其实我倒是感觉他的样子好像蛮像西施的,江南女子,我江南女子的印象好像是比较纤细啊 比较秀气,就有这个感觉,如果是他去演那个西施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更合适一些貂蝉呢,也换过来,正好是那个汉代的 你们两个的法式啊,什么换一下,我觉得是不是更好一些 怎么可以这么那个,是不是有很多男生喜欢你啊 这两天遇到挺多的 这两天 这两天在我们现场经常有男生骚扰他 那在这两天之前呢,有没有男生把你当成女孩子 我平时要不打扮成这样的话也没有 哦,也没有,还是很那个男性化的啊 嗯,但是我觉得如果呢,长得这么美的话,做一个男生 还是有点可惜啊,干脆做我们女人吧 哈哈哈哈 小兴老师居然发生了如此诚挚的邀请 对啊,好,沉沉啊 今天就太美了,是吧 2013年11月18日起,至12月21日 CCTV6电影频道连续播出 创意星空第五季 有两天还是在有一天 是最后的一天